我吃了 昨天不还吃一大碗的吗 我看见了 就喝了一碗米粥 吃饭像树米粒似的 来 我看看 娘 好看不 好看 那么单单打扮起来真漂亮 就是这儿肥了点啊 是啊 我估摸着 是豆花按照你以前的身量买的 是啊 那个也喜欢 来 吃 大哥大嫂 我看单单的脸色不大对呀 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她没说呀 回头我请问问她 那还要问吗 她一个人呐 伺候两家四口老小 累的 心不静 熬的 哎呀 真是苦了单单了 年轻轻的就守活寡 又照顾我们两个老帮子 连累再加上有心病 这神仙也得熬出病来呀 要我说呀 你们老两口就别再极限耗着了 这 这 这样单单单也快被你们吐垮了 这样单单也快被你们吐垮了 我们这老两口子 拖了单单这么多年 你说上次上包头怎么就不死了他 死了死了 一了百了啊 先生 自打上回 我们老两口被满顿和他媳妇从包头撵回来 我是真不想活了 是单单生生把我们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单单这孩子有情有义 比我们亲生的儿子都强了 人呐 都有犯糊涂的时候 那个时候球技皮香铺 还是人家球瞧瞧当家 这个满顿没办法呀 可我这次来呀 是奉梁老板之命 接你们二老去包头的 那不去 我没这个儿子 你看你 跟先生发什么脾气呀 先生 您看您专程跑一趟 不过您也看到了 我们没儿子过得也挺好 是单单一直在照顾我们 这单单照顾你们两家老小怪不容易的 都累成什么样了 再说了 那满顿不是你们亲生儿子吗 别提他 一提他 你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你说上次吧 你们把我们接到包头去 那两满顿算什么呀 他以为他是皇帝呀 那皇帝也得出个早朝 接见接见群臣吧 可他倒好 把我们老两口子 当成老鹿不高 给晒起来了 那么这次去呀 还叫他晒呀 这我都知道 都知道 你回去跟他说 就说这耿儿说的 齐县呢 没有他的爹和他娘了 叫他跟那个小母夜查 他那个小娘去过日子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能享有老康期 不养爹和娘 不养爹和娘 咕咕吃 咕咕这儿有 轻轻吃吧 不嘛 咕咕不吃 我也不吃了 好 咕咕吃 你说这何先生 到梁家来做什么呀 我没好意思问 会不会是 梁满堆回心转意呀 要把这老梁口 借到包头去做 也许吧 我看啊 梁家这老梁口啊 身子股是越来越差了 真要是梁满堆能回心转意 把他们接过去一起去住 那倒好了 你怎么又吐了 娘 可没事 还没事呢 吃得这点都吐出来了 不行 得去看大夫去 姑姑 你去看大夫吧 娘 看 清清知道心疼饿了 清清 你在家看家 奶奶带姑姑去看大夫 快起来 快 越吐越厉害了 再不抓紧时间就要关门了 快点 娘 我没事 从包头来的何先生要来 咱走了也不好 再说 你不要问问 天清和豆花的情况吗 我没事 你总是那么不听话 娘 我明天就去看大夫 那明天一定去 去 去行了吧 你说什么 两满堆敢打求求求了 那可不 我跟你说 要不是我拉着 那大耳雷子 一准给求求求抽上了 好 这可真是太阳从媳妇出来了 何先生 你说那个小母月差怀孕了 快生了 你说满堆真二虎 那瞧瞧都是双身板了 打着孩子怎么办呢 好 他比划比划呀 那还算是恶的种 谢天谢地 梁家终于有后了 屁 梁满堆那是过门女婿 生的孩子 姓求 不姓梁 再怎么说 那也是满堆的骨血 那更糟 龙生龙 凤生凤 王八下蛋 龟砸中 他俩生的孩子 好不了 你还别说 自打上次梁老板发了一次威以后啊 那求求求的脾气啊 还真就是改了不少 这次接你们二老去包头啊 那还是人家求求求提出来的呢 先生 您不是骗他们吧 大哥大嫂 你说这事我犯得着骗你们吗 人家瞧瞧说了 他有爹没娘的 这孩子生下来不会带呀 还得请你们二老去帮一下 隔半亲嘛 错不了 他真这么说的呀 这还能有假吗 今年是济龙治水啊 老头子 要不咱们就去趟口外 不去不去不去 上次那个气 你还没收够是不是 贱 俺就留在村里 跟儿媳妇过 那个杂重 俺也不认他 他俩生的孩子 那不姓梁 谁爱带谁带去 贺先生 你看 看什么看 你想去你去啊 我可不去 我没那么见 你 你看你这个驴脾气 我也没说去呀 那这么着 我们和亲家 去商量商量 你说呢 你说 我这可快要生了 你爹娘 不会生我们的气 不来了吧 我会 睡吧 睡吧 反正 我不去跑道 我就留在村里 跟儿媳妇一起过 那个坏下水的东西 休了担担 我把老梁家 没有休了担担 亲家 你也别生那么大的气 再怎么说 满顿也是你身上 掉下来的肉 这儿媳妇怀孕了 让你们去照应照应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 那么老两口子 是他们养的两条狗啊 碍事了 拿棒子就给轰出来 现在需要了 扔两块骨头 我们俩就摇着尾巴去去了 没本 爹 你别生气了 这过去的事不都过去了吗 再说 你不一直都盼望着抱孙子吗 抱孙子不佳 更可不想抱姓裘的孙子 来 先生 您喝水啊 舔青和豆花还好吧 好好好 这两口子啊 聪明能干 肯吃苦 平时呢 除了在包头 也往龟随 东盛 下个土跑跑 最近他们资金 有些助转不开 所以呢 就没有给你们带钱来 不用 上回烧来的还没用完呢 只要他们平平安安的就好 这两年呢 田青这孩子 每次往家里烧钱 把我们老两口子都养了 哎呀 你们老两口能吃多少 用多少啊 哎呀 老饭粒 老饭粒 怎么着也不少吃啊 你说 我们自己养的儿子没得计 倒得了田青和丹丹的计了 娘 别总说外的话 满顿不要饿了 可可还是你们的闺女啊 丹丹 丹丹 你哪儿不舒服啊 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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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咋了 哪儿不舒服啊 丹丹 丹丹 没事 丹 没事 哎呀 没事 丹丹丹 丹丹丹 那听你们劝 明天就到口外去 你俩狗东西 要是对俺俩好一点 我俩就住下 要是真的不孝 拿来这把老骨头 也就扔在口外了 咱不能再欠人家了 爹 老了老了还要走西口 趁门的路 这个老骨头没准是扔的大 你看 骨头难离也得离养 路上地深根 恐怕这也是个梦啊 要真是死在外头 倒也利落 我说你们马上要上路了 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干嘛呀 跟马队那儿过得好就过 过不好就回来 咱五个人还搭伙 好吧 回去吧 娘 回去吧 娘 我连夜赶坐了一双鞋 梁家有后了 虽说不幸梁 但毕竟是满队的血脉 你把这双鞋带给满队 别说是我做的 就说是你做的 丹丹 我得好丹丹 是我对不住梁家 我跟满队在一起这么久 也没生个一男半女的 这回满队的媳妇怀孕了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你抱上孙子那股高兴劲 能想都想得出来 丹丹 你快别说了 你是我的好儿媳 是我们梁家对不起你 娘 这说过一百遍的话 就别再说了 这好听的俺也不会说 娘和爹的恩情 俺一辈子也报不完 等等 先生 这是清净写给他爹娘的信 麻烦你带给他 好的 你也要多保重啊 先生 一路上 我爹娘就劳您照顾了 放心吧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上车吧 还得赶过 来 慢点 来来来 慢点啊 把包袱给我啊 好 你上吧 回去吧 回去吧 你们到了以后 想办法烧个信回来啊 路上注意安全 你放心吧 好 爹 娘 不安全呢 行吗 行了 行了 你看 天青 怎么样啊 豆花扮的报刊 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刊物啊 不止咱们走西口的山西人爱看 那像大部分陕西人甘肃人 河北人也一样爱看 你就说这篇吧 是说长家大院这篇文章 常家的学而优则商的族训 对所有的商人来说都很有意义 其实竞商的发展是靠儒学 凡是成功的竞商呢 全是儒商 这就说明呢 能做大买卖的人 必须有学问 不能靠壮大运 哥 你就是有学问的那种 两满堆呢 就是靠壮大运 所以啊 那得好好地学习 将来呢 看看自己的学问 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其实啊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那来吧 帮豆花去 没事 那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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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薛伯伯 那您说 那怎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看看啊 咱们山西多少有名的晋商 无论是乔家大院 常家大院 王家大院 除了他们自己努力之外 还有当时的经商环境 要没有那种环境 他们能发那么大财吗 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是官府不行了 只知道盘剥 杀鸡取卵 徐伯伯您说的太对了 要不然还革命干嘛 闺女 你是不是觉得胃口不好 吃不下饭 浑身乏力 有时候还心口疼 吃着吃着就想吐 是啊 尤其最近一阵阵疼得厉害 大夫 我这得得啥病啊 你这是长期的气血余智 集结在胃里边了 你自己摸摸按一按 看看胃里边 是不是有块硬东西 反正挺不舒服的 你的胃里 长了一块很不好的东西 大夫 那这病还能治吗 我先给你开一副 输血散鱼的药 吃吃看 最好有机会到太原 看看蜥蜴 蜥蜴 蜥蜴 吃你的药不管用吗 你得开刀 把胃里边的东西取出来啊 开膛破肚 好 哦 闺女 别怕 不疼 西医开刀的时候 会打麻药的 那要是开了刀 病能治好吗 这个 我不太好说 跟你说实话吧 你的病 吃我的中药 只能是缓解 要想把这块东西化开 可不容易 不知 你听明白了吗 大夫 我的命 是不是没救了 闺女 你怎么不早点 如果 闺女 闺女 大夫 我先走了 闺女 等我给你开副药啊 不要 可惜呀 这么年轻 我 我担担 你 你 你这是怎么了 那没事 你是不是病了 那看过大夫了 没啥大病 好 没病就好 没病就好啊 先生 我娘还说呢 再过几年 把今天送到您的私塾 跟您学文化 好不用了 你跟娘说 还是把她送到养学堂去吧 我老了 脚不动了 先生 快做上午饭了 俺得走了 俺得回家做饭去了 你给娘烧个馅啊 过两天 我去看看青青 谢谢您挂念 那我先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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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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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黄老先生啊 来坐坐坐 您是哪不舒服啊 胡大夫啊 我虽然是老胳膊老腿了 哪儿都挺好 胡大夫 刚才有个姑娘 找您看过病 怎么 您认识她 她得的什么病啊 威力啊 长了块硬东西 要紧吗 病入膏肓 我也无能威力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说句不好听的话 没两年活头了 这姑娘 怎么这么可怜呢 哎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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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咱俩这把老骨头还真结实 这颠答颠答的又到宝走城了 那心思啊 把咱俩这把老骨头扔到草原大漠 省得给咱们添乱 到宝头来吃这下饮饭 可爹 我一想到要见满顿团媳妇 我这心里就发慌了 慌啥 大不了出来要饭 死在包头 这回干净了 还没开张呢 没呢 开张你就是第一个 停停停 我回马上回来 你可是懒于上漠视妙多 那哪是妙妙的地方 那是棺材铺 你说他可真会找地方 拦住后面那个人啊 问我姓什么 你就说我姓姓田 说我不在 说我不在啊 有人吗 火箱啊 你要买棺材啊 外面的 外面的啊 你说什么话呀 谁家死人了 我是到这找人的 找人 你到棺材铺找人 这棺材铺除了棺材 还有我这个会喘气的 哪有活人呢 到别处找去吧 不是 就是刚才拿着鸡毛胆子 在那儿胆的那个 那个人 你说我们钱老板呢 钱老板 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的是 仲田的田字 那个字我认识 这怎么姓钱不姓田 姓田 不不不 仲田的哪有 做棺材的有钱呢 他就姓钱 追追追追 不不不不 火箱 你还是让我见一见他 见他 见他干什么 我就是想问一问他 到底姓不姓田 我说你是不是找抽啊 随便跟这儿改姓 快走快走 走走 你听 走吧 真是的 老板 那个那个小二 暖呀 这两天要去趟大统 有事 您那帮我照看点 好 去去去 这 窄了点 坐窄了 请 走 你当心啊 这是台阶 慢点 慢点 走 里边请 林老板 人我给您接来了 爹 娘 您辛苦了 爹 娘 一路辛苦了 快进去看看您的大胖孙子吧 走 谁让你出来了 她正坐月子了 那快进屋吧 别着凉啊 快去吧去吧 去去去去 去去去 去去去 你也不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 咱进去吧 走吧 爹 爹 爹 我错了 以前可亏待你们 我跟乔乔说了 我们一定痛开前非 好好孝敬你们 还不成呢 满堆啊 知道错就好 快起来吧 啊 不不不 你要不原谅啊 我就跪着一直 你看看 满堆啊 快起来 你爹原谅你了啊 快起来 你爹答应了啊 来 酒 看看老亲家 好 爹 爹 爹娘来看您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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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舒服 躺着说啊 可不是嘛 就是隔着有点儿远 那么这还是 头一次见面吧 啊 不不不不 亲家 都是孩子 孩子 哪有不犯错的时候啊 都翻过去了 以后 谁都不许提他了啊 不提他了 不提了啊 亲家 你这个病啊 不治可不行 我们前村啊 有个老流头 得的也是你这个病 那嘴外眼鞋子 哎 他儿子 给他弄了两副中药 吃了之后啊 这人蹭 站起来了 哈哈 你看啊 来来来 拿着偏方啊 叫满顿啊 到药铺 给您抓几副去啊 这中药啊 吃不好 也吃不坏 死马蛋 活马医吧 哎呀 你瞎咧咧啥呀 能把亲家当死马呀 不不不不 呸 你看我这张破嘴啊 一见这亲家 我嘴都飘了 你瞧啊 大家快一点啊 咱们大家到前面吃饭了 老头子啊 快来看看 看看咱们这大胖孙子 看看我这大孙子啊 长得像他们两口子谁呀 你胡说什么呀 刚生下来的孩子 能看出来像谁吗 你看这个大鼻子啊 跟满顿长得是一模一样 像从满顿那抠下来装上了一样 有那么大吗 再大点就赶上我的了 这以前是何先生住的 打扫完了 您凑合着啊 将来咱买个大院子 一家人还一块住 好好好 慢顿啊 造房在哪儿啊 我去给乔乔煮几个鸡蛋熬点 不用啊 咱有厨娘了 哎 那你告诉我 哪儿卖链鱼的 我去买条链鱼 那东西下奶 这也告诉厨娘就行了 行行行 这一路了先眯一件 晚上可让他们炒几个菜 给娘儿老解解疯 孩子啊 家里吃什么 我们老两口子就跟着吃什么 别破费啊 那这不是也借机会解解馋吗 这孩子 这小子 行行行 那少炒几个菜 行 你先眯一家 忙你的去吧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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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琢磨着 是不是满兑生意不好 把伙计们都打发了 你也看出来了 怎么说你早就看出来了 我又不瞎 我这不怕你担心吗 他弟啊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来不是给满兑添负担了吗 嗯 这倒也不至于 我看哪 满兑这心气还行 哎 这做生意啊 那就跟打仗一样 胜败乃兵家常事 有赚就有赔嘛 只要孩子的心气还在 就能东山再起 哎呀 盼着吧 盼着咱儿子有出息 嗯 爹娘 儿子不孝 过去我对不住你二老 让你们伤心了 你看看这也遭了报应 你们大概也看出来了 这皮疆铺不是我不愿意干 是陪黄了 这人呢 一有难处就想爹娘 八十岁 还是爹娘好 这瞧瞧在楼上坐月子了 那带她赔罪 你要是老药不济 咱把这酒喝了呗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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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点菜鸭呀 儿子坐了 坐坐 我 满顿啊 满顿啊 他娘 今天咱们老娘家又团聚了 儿啊 不哭不苦啊 这又添了大孙子 啊 我跟你娘啊 这心眼里高兴啊 啊 哎呀 一想起你以前做的那些烂事 你爹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别说了 好 好 好 大主啊 以后这个话题谁都不许说了 啊 来 儿啊 爹敬你一杯 来 咱敢这话题 今天呢 我在宝都城 碰到了一个熟人 哦 曾人呢 田耀祖 田耀祖 哎 他不是 死在草原了吗 那是田琴的爹啊 哎 我呀追到那个田家棺材铺子 可是这个田耀祖啊 就跟土盾了一样不见人影了 啊 那个小伙计他跟我说 这儿的老板姓钱不姓田 田记棺材铺 啊 你肯定那是田青的爹 那我还能看错吗 哦 是啊 是呀 田光宗 田耀祖 儿啊 你认识他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怪不得了 爹啊 我说当初他知道我是田青他姐夫 又是给钱 又是认干儿子 啊 他知道我上这皮疆铺当了上门女婿 他就一个劲帮着那田青他对付呢 哎 那他知道田青是他儿子吗 肯定知道 这上次田青要砍头的时候 我去他棺材铺给豆花田青买棺材 他就收了一个棺材钱 你说那不是给自己儿子的吗 那田青知道他是田要祖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行 我还得去找找他 哎 这大晚上的你上哪儿去呀 爹 你看这啥时候了 明天我陪你去 啊 我这儿还有笔账没跟他算清楚了 田老板 呦 梁老板您可是多日不来了 田老板了 你找我们老板呢 他不在 我等他一会儿 哎 梁老板 我们老板昨天下午就走了 找哪儿去了 没说 哎 我问你啊 你们老板到底姓田还是姓钱啊 姓田呢 那你昨天跟我说他姓钱 这位老婆啊 我是端人家的碗扶人家的馆 我们老板让我告诉你他姓钱 他就姓钱呗 我这饭碗还不丢了 一家老小靠谁养活呀 对不住啊 哎 你 哎 爹 咱走吧 满段啊 那 就这么完了 他回不来了 那 那 这件事 那 要不要告诉田青啊 田青 田青 田青拉乐他去卡克图来 他什么时候回来 呃 刚走三两天 来回 三五个月 跑个三五趟一年就过去 走吧 来快点儿 大家快一点儿 这儿 就 就 好 很了 谢谢 今后我们会有机会合作的 嗯 大四威大娘 大四威大娘 走吧 大四威大娘 大四威大娘 弄得包头卖钱 不 包头太远了 我想拉到龟岁就出事了 从龟岁办破再跑下口 几趟下来 我就可以东山再挤了 来 来 来 大家快一点 来 来 来 放这 放这 弟兄们 咱们都抓点酒 老板说了 这一趟完了 我们就回包头了 老板的儿子过生日 请咱们去喝酒去 好 好 好 哈哈 天晴 我真的很佩服你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真不愧为尽伤啊 殿下过奖了 殿下过奖了 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啊 接下来 额想把包头到恰克图这一线的 二十二家制歌厂 代理销售的事情谈下来 这二十二家制歌厂 分别分布在十三个城镇 每一个城镇 都要设一个货站 现在除去东盛 已经有一家货站之外 其余的十二家都要设 好啊 只是 穆建额在资金周转方面 还有些困难 入蒙不弃 额想与殿下通力合作 我以前想和你合作 可你却把我拒之门外 我当然愿意和你合作 谢谢殿下的支持 有您的支持 莫莫公司就可以挂牌营业了 天晴啊 至于公司的名字嘛 我倒有个主意 你说 叫智同贸易公司 你觉得怎么样 智同道合 行了 徐伯伯您说呢 这是我跟王子商量过的 好 既然如此 咱们就这么定了 好 来 咱们以茶代酒 祝愿我们 智同贸易公司生意兴隆 也祝愿我们合作愉快 好 王子殿下 还有另外一件事 请讲 现在在包头 只有一个山西会馆 主要是联系 已经发达起来的山西籍人士 徐伯伯见应啊 前头成立了一个 走戏口山西人的同乡会 我舔居齐飞 做了个会长 其实日常事务 主要还是由豆花来负责 可是既然我已经做了这个会长 那就要更多的为山西老乡着想 把这个同乡会办好 所以我想请王子出山 做我们商会的顾问 我不是山西人 当不了这个顾问 王子殿下 可您是山西人 开的智同贸易公司的股东啊 王子殿下 您德高望重 既是包头的许多山西同乡 对您早已仰慕已久 您来做这个顾问 定是当之无愧 好 既然如此 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如果我这个顾问 有做得不周之处 还望田会长多多赐教啊 多谢王子殿下 田青 南瓜 田青你回来 南瓜 跑这干什么 这不是 不是小杜梁过生日吧 后一会儿献完了 到红碧楼喝酒去 行 行 好不好 晚上喝酒啊 走走走 走花 豆花 哥 你咋回来了 回来了 想不能了 你看儿子去 讨厌睡觉呢 光想着儿子 就不想着我呀 谁说我不想你了 这还差不多 快快快快 坐 累了吧 不累 刚才你们在路上 碰到难过了 他们要给咱们儿子 过生日 在红冰楼摆百岁酒 没问题 可以啊 咱儿子抓粥不 你还真信这个呀 其实我也不信 就是图个乐呗 而且 这毕竟是老祖宗 穿下来的 谁都知道 抓粥要抓到 金银财宝 你见过 抓那要饭的盘子吗 那他满街 还那么多要饭的呢 不就图个乐吗 你还当真呢 看看 给你买好东西了 真的 来 拿 拿错了 给儿子的 这个 儿子醒了 你 你别吓着他了 给我买啥了呀 你刚买啥了 天青 哥跟你说啊 人家窦花 可跟你做了这么多事 你得好好照顾人家 又来了 那说 你这车古轮话 怎么说回来说回去的 人家拉路她的脚夫啊 炮手都走了 就剩咱们两个了 你啊 见好就收吧 人家田青跟豆花 都半年多没见面了 你就不能让人家 早点回去亲着亲上 炮 田青 你就说个说的 对不对吧 行 你说的对 我呀 一定好好照顾豆花 还有小豆粮 看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呀 人家田青都当爹了 大个子 你咋光知道吃啊 人家田青都当爹了 你这辈子不惦记这当爹呀 你才不惦记当爹呢 大个子 没事 你的事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让你当着爹 真的 谢谢田青 谢谢田青 谢谢啊 好 喝点 来 我就要当爹了 哎呀 当爹是真好啊 你说这爹和爹 咋就那么不一样呢 你看人家田青吧 人家九死一生 可到头来 还是家兴夜望的 咱看恶爹呢 清灯黄眷 木骨沉中 当了老和尚 他倒是跳出 三剑以外了 可哭了我那可怜的老娘了 每天一个人孤孤零零的 清过冷藏 望着黄土路 把眼睛都给哭瞎了 这是事 这就是命 难过 你别想那么多了 还是多挣些钱 好好向进你娘 虽然你爹不肯认你们 但他心里边一直有你们 难过 今儿啊 是小栋梁的百岁 咱今天不说那些不痛快的事 好不好 来 咱们祝栋梁百岁 来 咱们一一醉方休 来 恭喜啊 我跟大哥子走了那么长时间 包头有什么新闻没有 新闻 这个 没啥能算上的 我倒是有个事 可能对于你来说还真是个新闻啊 什么事 就是脆脆的事吧 喝醉了 �� 噘 哒 爹回来了 快看 爹回来了 看 爹回来了 看 爹回来了 不哭了啊 咋啦 吐了 不哭了啊 不哭不哭啊 不哭あ 不哭啊 你这是咋了呀 爹不高兴了 不哭不哭不哭 豆花 不哭 我问你 翠儿的事你为什么瞒着我 翠儿咋了 你啊 翠儿为了救赞 他死了 他死了你知道吗 你可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哥 不是个故意想瞒着你 是徐白白不让个告诉你 他怕你性子太烈 会出事 人家翠儿为了咱们 连命都给搭进去了 你们到现在还瞒着我 豆花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你告诉我 你什么用心啊 我什么用心 我瞒着你大伙儿瞒着你 那都是为了你好 谁都不愿意瞒着这个秘密 说到隐瞒 你不是也有好多事 瞒着我吗 那翠儿到监狱去看我 你为啥不告诉我 你想瞒多久啊 你想瞒我瞒到啥时候啊 啊 哥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我没谁心里都不好受 我没想瞒你 我没想瞒你 我想村儿的在天之灵 也不希望你能干出啥事 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 我这可以 我在哪里 然后再看那 daí 怎么能够 我就是了 其他人 而已 那你怎么没有 你怎么变变了 你过去 你过去 这是你家 我娘 聪儿 她也能安心了 哥 别难受了 都华 这是我写的稿子 你帮我看看 行 你搁那儿吧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照顾生意了 你去吧 你那儿生意要是忙的话 没什么事就不用过来了 好吧 那我先走了 还有什么事吗 豆花 徐伯伯啊 你怎么回来了 田青梅告诉你啊 你快快快快坐 那还以为是 一路上还顺利吧 挺好的 你这儿呢 讨厌 瘀出来了 我来吧 没事 来 喝喝水 我这手太脏了 你这儿怎么样啊 挺好的 我跟你说 走溪口已经绊出来了 您快看看 手太脏了 快看看 内容和版面都有改动啊 你做了不少的工作啊 没有 谢谢徐伯伯夸奖 我带了一个好消息 你想不想听啊 那可当然想听了 行了您就别卖官子 快告诉我吧 那我告诉你啊 诺严王子已经同意 出任我们山西同乡会的顾问了 到时候会馆一开起来啊 你这一大摊子不定得有多忙呢 太好了 第二呢 诺严王子准备投资 扩大田青的志同贸易公司 多好啊 徐伯伯真是太感谢你了 要是没你的话 哪有田青啊 你看看 你也给了田青很大的帮助啊 我呀 没有 关键是田青这小子聪明 自己也努力 我是在想啊 要是你娘知道 你们两个现在这样 她会非常高兴的 您想个娘了吧 徐伯伯 要我说呢 您就抽个时间 回去跟个娘 把那婚事办了 不就行了吗 豆花啊 你也不想想 田青的贸易公司刚刚起步 你这一摊子又刚刚开始 我能走得了吗 反正我每次提这事吧 你总是有理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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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请今天在场的各位 都要劳解 我们的志同之志 更希望大家以此 为行为准则 恕我们竞商之精神 令我们竞商之大地 请各位 将我们志同公司的训诫 牢牢地记在心里 天下义同为人 民族姓皇为义 自强补兴为义 福威自营为真 以义举利为信 你这是怎么了 田青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呗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带回了一个大驼队 光拉乐他的就二十几号人 还配了新强 他发大财了 看样子是 现卑的 当了成山西同乡会长 还当了那志同贸易公司董事长 看来他真是发财了 这么说他是不是要收购咱的作坊啊 收购咱作坊 我点了他 喊什么呀 董事长 梁伯伯该是我看您的 您倒来看看好了 来 梁大娘咋没来呢 来 在家看她的宝贝孙子 孩子啊 我知道你的公司刚刚成立 家里有好多事啊 需要规制 我本来不该这时候来打搅你们 梁伯伯 我们两家谁跟谁啊 梁伯伯 是不是又跟乔乔闹别扭了 没有 这次来啊 乔乔对我们老两口子可好了 那就好 我是为了满队的事来的 那个你们先落着 我还洗着一盆衣裳呢 好好好 孩子 即使我不说 你也知道我想说啥 满队那个作坊弄黄了 我琢磨着这个事啊 她是自作自受 哎呀 多亏了你了 她还 对你恩将仇报 当初 就说走西口吧 要不是你 她一个土头土脑的 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 能找到口外的道 要不是你 她能从土匪的手里逃出来 要不是求老板 看在你救过她的面子上 能让她到那儿去当学徒 别说呀 你没有对不住她的地方 就是你有对不住她的地方 她也不应该跟你计较啊 这人哪 到什么时候都应该讲良心 你说大掰说的对不对啊 梁伯伯 您先喝这水吧 孩子 我这是替她说的 她跟跟讲啊 说是她 修了你的姐姐 你打了她一顿 你们两个这结呀 就算结下了 可她怎么不想想 是她有错在先哪 她看你过得比她好 心里就不舒服 她又怕你呀 开个什么制阁店 顶了她的生意 她就窜着那寿候搞什么 什么那个挖坟 绝梦 把你牵扯进去了 打了官司 把这个故意店呢 就给赔进去了 可她倒好 这叫恶有恶报 这不是 她把她那个作坊 也搭进去了吗 梁伯伯 这些都是满堆跟你说的 可不是嘛 那来的那天 我们俩在一块喝了点酒 喝多了 她就把她 做的那些恶事 一无一时的 跟她都讲了 本来呀 她想到这来给你赔个不是 你还不知道她吗 面癌 这不逼着个 到这来给你赔个不是 孩子啊 千不是 万不是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你就算是 给大白一个脸面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中部 您看 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能不答应吗 这事啊 以后就不提了 咱俩家 还得好好住呢 其实我从来就没把您当外人 嗯 孩子 我是说 你跟满堆 我知道 您放心吧 好好 有 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一下 我看见 你爹田药祖了 我爹 上回我来包头 一直关在城边的那个 出租小院里 城里啊 也没来过几回 这回说来也巧了呢 我那天啊 坐着那个马车呀 正走着 我这一扭头一望 哦 田稷 棺材铺 我一看 那不是你爹田药祖吗 二十多年了 你爹的模样 一点都没变 你是说天光宗就是田药祖 就是我爹 哎呀 你娘这二十多年哪 可是难熬啊 他呀 那天准时看见 我跟你大娘了 他躲起来了 他躲起来了 你呢 认不认呢 这个事啊 我想我得跟你说 你自己做主吧 天青啊 你说 丹丹这个命 我跟你大娘 临走的时候吧 丹丹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他是一天在瘦下去 他说的胃口不太好 东西也吃不下 那瘦啊 瘦都瘦脱象了 我跟你大娘一直惦记着 也不知道丹丹现在怎么样了 哎呀 你提起丹丹呢 我这心口就疼啊 那么老梁家 对不住丹丹呢 梁伯伯 这跟你和大娘没有关系 是恶解命苦 明天我打封信回家 看看他到底什么病 实在不行 我就把他接到包头来 看看西医 那可得抓紧点啊 我知道了 梁伯伯 现在球季黄了 球老板怎么样 不行 眼歪嘴邪 身子都歪了 喂他都吃不到嘴里 哎呀 我就说呀 我要是走到那一步 我一头就撞死 不用活了 多糟醉呀 你说往抗上一躺 抗上辣 抗上尿的 还得叫做伺候 这就什么事啊 哎呀 我不在这啰嗦了 你赶紧把家 好好归指归指 我得走了 哎呀 你忙着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梁伯伯 您回去了 啊忙着忙着 你们忙着吧 那能送送您吧 不用送了不用 没事常来玩啊 好好好 慢点 我一看就像是赛班签 他又出来摆摊了 我看绝对是 想多想少您看着办 没错 行不行 谢谢啊 谢谢谢谢 客官 你是算卦呀 还是摸骨啊 我看像 客官真会开玩笑 山人 山人双目十明 不能开箱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你应该记得我的长相 老朋友 那说客官 我是出家人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我没有疼 刀削面的削字 左边是个削 右边是个刀 削为小月 小月即为残月 我是天亮钱做生意的 想起来了吧 哟 是你呀 三百仙 想你呀 这么多年 你让我们大当家 找得好苦啊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当年 四子 王岐 王府的卫队 打你 所以你们才找我呀 那件事情 我搞清楚了 都是你出卖我 那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会会老朋友啊 吴离情 天青 何先生 赶快坐 您找我什么事 那儿子现在会写信了 这小子 现在真长大了 他说他想我 想他娘 他还让我给他奶奶和姑姑带吃的 就是心里一个字都没提自己 长大了 你们田家的日子啊 现在过得是奇乐融融啊 何先生 您这次去 那娘的身子骨怎么样 挺好的 一点都不像他那个岁数的人 只是你姐姐身体不太理想 是吗 人挺瘦 脸色也不大好 没办法 那姐得的这是心病 给 这是什么 棺材部田老板让我转交给你的 他一再让我叮嘱你 一定要用这笔钱 把两满堆那个作坊给买下来 好了 信钱 我都转交给你了 话也带到了 我 该走人了 何先生 您这是要去哪儿 球季也完了 我这饭碗也丢了 还得找个吃饭的地方 您不用找 还用吗 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田青啊 这田老板临走的时候 他说对不起你 田青啊 这田老板到底是你什么人呢 哎呀 来 二位爷 二位爷 喝奶茶 菜板仙儿 哎 你没听说 我又拉起杆子了吗 那听说了 我早就听说了 你太不够意思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呀 嗯 那不是因为 我曾听说过 你提着刀找过我吗 我不敢找你 哈哈哈哈 不我说大当假的 你明知道不是我出卖你 你还找我干什么 你是我的军师无用啊 我不能没有你啊 我 哎呦 你可太抬决了 我这么和你说 我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了 扯淡 退出江湖还能走进来啊 这腿长在你身上啊 大当家 如果我不想重操旧业的话 你是不是要杀了我 不能 我不会做出这不仗义的事来 那你就放我一马不就得了 我不想当土匪了 谁想当土匪啊 我这么多年打打杀杀 把媳妇打没了 刚刚找到女儿 又打没了 这回头一看啊 还真是有点灰心丧气啊 我也真想像你一样 金盆洗手 啊 退出江湖 可是我对不起这手下几十个弟兄啊 老二跟我说 说我手里没有实力 背后没有官府给我撑腰 让我学那个 张小个子 张作霖 你说啊 让官府一招安 这摇身一变一个土匪 成了东北三省的都军了 这自古以来啊 兵匪就是一家 我以前就跟官府不对付 我想做几笔大生意 等有了钱 我让这些弟兄们都做正当的生意 你看怎么样 真高 真高 可是要做成这几笔大生意 我就缺一样东西 缺一样东西 缺什么 你啊 就缺你啊 那时候大当家的 你真是抬军了呀 我又不会拿枪 我又不会打仗 你说 你有学问啊 我留意到一个大字不认 绑了票 就没有一个会写字的人 你总不能让我亲自去 跟人家家属谈价钱去吧 哎哟 天底下那么多读书的人 你干嘛非找我呀 读书人是多呀 可读书人当过土匪的 就你一个 对啊 你赛半仙能瞎会算 一大眼就知道 哪一票肥 哪一票瘦 这可不是哪个书呆子 都能干得了的 这样吧 等我做成了这笔生意 你再回来做你的生意 不去 你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打算 你要是不跟我们走 我就一刀宰了你 宰了呢 那谢谢你 那是太给你面子了 来吧 省得你遭罪了 二当家子 二当家子 不要伤了兄弟的和气 赛半仙 要不这样 你还留在沙虎口做我的眼线 我给你一百大洋 多少钱 两个巴掌分成 山里豹 就在神庙里待着 你有什么事就去找他 考虑考虑 好 我等你的回信 好好想想 天青 你打算收购两本顿的作坊 有这个打算 曾经那么兴旺的作坊 现在闲置起来 的确是个浪费 如果我接手了 还是这个作坊 还是这帮人马 我一定能把它办得 比邱老板主事的手 更有声有色 这话我信 天青 不 不吹牛 反正 诺彦王子的意思 是不想让你开这个 开这个皮匠铺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反正我跟诺彦王子 都是一个意见 就天青的脑子 干这个太取材了 就是做生意更厉害 那原先的孤一行 现在的志同公司 它不都是生意吗 皮匠铺不也是生意吗 那不一样 我们做的是贸易 它皮匠铺 只是单纯的制造 这两种行业的利润 差十好几倍呢 对不对 那在拉骆驼的时候 你着手准备了 你说的是那十几家贸易货站 我最近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有了诺彦王子的加入 把口外 所有皮匠铺生产的皮革 收购起来 再转手卖给俄国商人 风险大吗 您担心的有道理 利润大 风险自然也会大 反正你考虑考虑吧 一定要慎重 真可知道 那说呀 咱也不用跟他量满堆置气了 徐伯伯是不太了解他 哥 你把他铺子盘过来算了 省得他哪天咸鱼翻身之后 反过来整你 人总是会变的 你也不能把他一碗清水 看到底了 再说 还有凉拜拜 这事啊 跟凉满堆他爹娘没关系 我承认 人是会变的 可你也不想想 人是为啥变 老是 他是比那会儿啊 把他爹娘赶回七县老家的时候 孝顺多了 可是他那时候的不孝啊 不是真正的不孝 哎 你还记得吗 他那时候老说 我爹说这个呀 我爹说那个 说明他那时候 心里有他爹的 只是他那会儿的寄人篱下呀 同那一大笔财产相比呢 他就没他爹了 即便在那时候啊 他也背着巧巧的 偷偷的给他爹娘送干粮呢 还偷偷送钱呢 要我说呀 是他心目中那份财产啊 没那么重了 所以啊 他才在巧巧面前啊 大胆的支起腰杆来 把他爹娘接回来 可是哥你知道吗 这不代表他呀 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变了 也不代表他 狡猾小心眼 见不得别人 比他好的坏心眼子也变了 你呀真厉害 我就说一句话 你就说出一大空来 我还没说完呢 后面还有呢 哥 我看索性 你把他垫盘过来算了 省得他以后自己败光了 你呀自己说吧 我还没弄完呢 爹 天青来看你来了 舅老板 那来看您了 坐吧 我先上楼了 天青 我 我对不起你啊 舅老板 好了 别说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而且呢 您也救过我的命 也重用了 还栽变我呢 本来 我很想在这里 好好办一番事情 可是后来 我拒绝了瞧瞧 满队又休了那么多久 所以我只能离开了球技皮家坡 您这么硬朗的身子骨 怎么一下子就病了 都是半村起的 我看错了人 还走了眼 半村 还不是同意 好 别说这些 你的病不能着急上火 别说了 天青 我有一件事想 想求你 你说 你求求我方吧 这不是为了八顿 是为了我 为瞧瞧 你求求你孩子 你病苦啊 他要是不好的我 我死不病啊 邱老板 邱老板 您别着急 我答应你 就为了当年 您和小姐在法场上 盯了喝的那满正行酒 那也不会让球技管掉的 天青 谢谢 好了 您就安静养病吧 放心吧 谢谢 这是牛师傅临死时留下的秘方 梁满队 把所有的伙计全辞了 他的作坊彻底歇了 原先我寻思 棺材铺的田老板也恨梁满队 我以为他能收过他的作法 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田老板把自己的棺材铺对给了别人 走了 离开了包头 无影无踪了 所以啊 我天天等您回来 您我最知道了 您在球技当外贵的时候 那生意是最好的时候 您这一走啊 那生意就跟老太太过年似的 一年不如一年 这生意啊全毁在两门队手里了 所以啊 您收了两门队的铺子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别的我不敢说啊 我给您当个掌桌师傅 那是绰绰有余 好吧 这样 让哥再考虑考虑 好 那我等您回信了 这样的好事抓点紧 好 来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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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梁老板您来了 他来了 田老板和何先生等您半天了 楼上请 好 来 谢谢 您慢点啊 谢谢慢用啊 喝点 梁老板上楼了 来 来 来茶 喝茶 雷老板 来来来 快请坐 坐 高官 这是您要的茶 请慢用啊 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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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喝茶 今天呢 二位老板请我来做中人 我是深感荣幸啊 我一定做到公正公开公平 再说了 这些年来 我在邱老板那儿 他待我不薄 我这个人呢 是知恩图报的 所以今天 我一定多帮帮梁老板 等等 那咋听不明白呢 你帮我咋 慢对 咱俩是因为 俄姐的事 接了仇有了积怨 是 身而不对 那是因为 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两个 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亲戚 成了目录 其实想起来 定遗憾的 这 以前的事呢 是个 先做的不对 对不住啊 天前 慢对 慢对 其实我今天来 不是来跟你翻旧账的 因为我答应过我姐 你姐说三 不会报复你 永远不能跟你接仇 我对不住你姐 我这是 这是遭了现实报了 那对 我们两个 就让过去的那些不愉快 都过去吧 就像翻黄历一样 一小子翻过去 你大人大量 谢谢啊 瞧瞧啊 孩子咋了 怎么哭成这样了 恶孙子怎么了 是不是病了 不是 他呀非听满堆唱 山西帮子才睡呢 这个 饿成啊 满堆从小 不就是饿这么唱吧 那你快唱了 好好好 爷爷帮你 来好孙子 哎 娘您坐 哎 娘 这是您给孩子做的呀 是个给孩子 不是啊 哎呀 你种个这记性 是个给孩子做的 真好看 娘您手真巧 我就不会做 哎呀 你有福啊 省得累得慌啊 看您说的 哎 满堆呢 好像喝茶去了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说另一件事 我想帮您把作坊 重新开起来 重新开作坊 是 把你原来的工奖 都找回来 一心制痞子 熟痞子 这牛师傅啊 把秘方带到棺材里了 我手头没有秘方 现在又找不着 那会熟痞子的掌桌师傅 你不是有一个 顶替牛师傅的掌桌 姓赵吗 牛师傅的配方 不是在他手里吗 在他手里 那问过他呀 这事错不了 我今天来之前 就这个姓赵的 他劝了我半天 让我收买你的作坊 然后让他来当掌桌的 王八蛋 他妈 梁老板 您这时候千万不能跟他翻脸哪 你真把他逼急了 他再来个失口否认 再把秘方给弄毁了 可就得不偿失了 不不不 我知道 怎么对付这种笑容 可现在就是拿着秘方也没用 你知道我这 你是不是没有钱 这得一大笔资金哪 多少 怎么也得四百五十块大洋 行 这奸搞出了 天青 那我半天你要收购的作坊 我跟你说 那什么时候说要收购你作坊了 梁老板 有话坐起来慢慢说 慢慢说 你不收买的作坊 你赶索 放高利贷 你什么时候见过放过高利贷 那还能赶索 入股 满顿 你就放心吧 这个作物 还是你一个人 那可不明白 那你凭什么究竟 你磁杀会的 不会 那是个生意人吗 你就直说吧 我弄不明白 那你这到底是干剩了 那这个 算是给你的钉金吧 什么钉金 来来来来 好嘞 慢点慢点 来来来来 来喽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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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 瞧瞧 爹 你们先看着我看我爹去 去吧 去吧 我这大孙子多漂亮 瞧瞧 爹 怎么了 满顿 满顿 您说满顿啊 他去茶楼喝茶了 还没回来呢 那我给您打杯水喝 满顿 从你开宫那天起 所有熟出来的皮子 你只能卖根啊 价钱了 别人给你什么价钱 我就给你什么价钱 你不给我钱啊 咱给那个工匠 发那个劳金呢 这个你放心吧 我每次 只扣贷款的三分之一 要给你三分之二的价钱 应该绰绰有余 还有呢 等我的四百五十块大洋 都还清了 三年之内 你要保证 你所有的皮子 还是只能卖根啊 但是你放心 还是外面给你什么价格 那天青就给你什么价格 还有吗 没有了 那那那我同意 好 空口无凭 我闻了个字去 喝进去 请二位过目 你 你那个 来 来 看来生意谈整了 谢谢啊 谢谢啊 您慢走啊 还有问题吗 这 这 就这儿了 那就见子 好 喝 我这 没带印章 按手印章 行 就按手印 这可 我等个做梦似的 这是真的吗 天青儿 你真的被保证给救了 没那么严重 这可又没吃亏 你要不来这一下子 我这个 我就得把作法给当了 那你说我怎跟邱老板交代啊 慢对 其实邱老板对我也是有知遇之恩的 而且他也没有少栽培了 别说了 什么也别说了 何先生你也听着 天青儿 就打从今儿起 在个梁满对心里 你还是个最好最好的朋友 我两碗堆要再做一点对不起你田青的事 我这不够的一便宜呢 我这猪狗不如了 看看你看看你 又严重了吗 就是这样话 何先生你今儿别动啊 待会儿我请客 一来呢咱签了这合约 二来呢那这作法起死回生 三来咱俩重归于好 咱去那包头最好的红冰楼 喝个痛快 行 好 小二难以你来 我说你这急急忙忙的干嘛呀 取钱 取钱干什么呀 抢田青儿吃饭 吃饭 等等等等你回来 你把话说清楚了 田青出四百五十块大洋 帮个作坊开张 跟抢他吃饭 咱又活了 什么呀 什么又活了 谁 我 吓个一跳 留一刀来了没有 和留一刀没关系 我有话跟你单独聊聊 那坐 坐坐坐 咱俩单独说点事 有事啊 我想跟你说什么呢 白天你应该看出来了 我想学的是 东北独军张作霖 带着兄弟们投靠官府 混个旅长团长干干 那我跟我的兄弟们 日后也有出头之日啊 好想法 帮你跟我说这个干啥呀 你毕竟是个独书人嘛 咱就说梁山的无用 那无用当初也是支持宋江招安的 你不会为了几个钱 就甘心一辈子当土匪的眼线吧 你说这话 他在理 我跟你说 你呀 面子上是给留一刀干 暗地里实际上跟我干 那跟你 咱做几笔大买卖 挣足了面子钱 用钱铺平了当官的道路 到那时候赛班仙 我如果干上了团长 你起码也是个营长 那不会 不会弄枪呢 就说你营长干不了 你也可以弄个秘书副官什么的干干嘛 是吧 再话说回来 只要你肩膀上扛了个肩盘 做什么生意都录录通 你是个聪明人 一点就透 我不需要说的太多 你好好想想 就这么定了 呸 全都是一秋之河 看看有能力了 看看是个读书人 等着瞧吧 等着瞧吧 你这怎么了 瞧瞧瞧瞧 孩子刚睡下 你瞧瞧瞧瞧瞧 你知道我今天吃饭花多少钱 瞧瞧这个说 你不过了你 我跟你说 人家天天再回事大了 那鹅也不能丢人 包头上数一数二大点了 他促怀鱼 你爹当年都没耍得吃吧 那楼上楼下那就看鹅了 这东西有时候别怕贵 吃的是个身份 好了好了你别白话了 赶紧歇着吧 你以为我醉了 我是高兴 你说昨天咱还商量着卖铺子 明天咱就得哄哄 我天这话子说 先胖不叫胖 后胖压倒炕 你别看天气是小的 现在酷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肯定超过的 行行能超过的能超过的 我听你这话你就不相信了 相信相信 你不信 我这个我得跟你讲讲 那算 这个我爹传个句瞻眼 庄家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学闲点 我告诉你 庄家人最重要的是 笼沟里找小米 学问大了 你琢磨起来 真的 我跟你说经商一个道理 你看这经商啊 他得有作法 包团人管这教僧做商 你看看那大片房产 作法我就做商 你嘿嘿 田青这是 行商 你别看他现在牛哄哄 你仔细看 他连那住的都是租的 他那贸易那什么 那货站 老妈子带孩子 人家的 我这铺子 牛皮子熟坏 铺子黄了 可他船烂的有木头 木头烂的有钉 田青的 开个大了 贸易公司 故意铺 牛啊 管三佣 夜场官司下来 拉乐腿去了 穷官呆一个 嘿嘿嘿 为啥 嘿嘿 他不懂往土里炸 他不懂那 弄沟里找小米 嘿嘿嘿 他是个笨蛋 嘿嘿 我说你 你怎么这样说田青啊 人家今天还帮你呢 你有没有良心呢 哎呦 你看这个青藤啊 我知道 你当初看上是田青 可今儿田青看不上你 连帮哥 你还上那 撒九封撒九封去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滚滚 你让我滚我就滚 你我平常滚 你又找仇了吧 丘老板 这帐幕情况 就向您报完了 要没什么事啊 我赶紧安排人 明天进生皮子去 不进哪 楼上 梁老板跟小姐斗嘴呢 没事的 吵什么呢 人家两口吵架 你跟这吵啥啥呀 我看看去 睡睡睡睡睡睡 睡觉赶紧睡觉 你怎么 哎呀别啰嗦了 赶紧睡觉 睡呀 这张两只耳朵 给我听着 田径是个哥们 我哥们帮我 是应该的 我原来帮他 多少忙你知道 你等着我这铺子建起来 你看看谁厉害 对了 等我新铺子开张 不能再叫皮匠铺了 得叫制阁厂 兴盛制阁厂 怎样 怎样 就这样定了 兴盛制阁厂 也不能再叫老板 那得叫经理 对 兴盛制阁厂 经理 两码堆 行了你 孩子都睡了 你长着什么呀 这八字还没一瓶呢 怎老那么扫兴呢 我下楼下睡去 我不跟你这睡 这小兴监跟爹睡去嘛 干什么呀 这孩子睡了 还没吵醒呢 怎么还开 别把孩子吵醒 姜云 想醒 兴监 我的孩子 别哭 你怎么了 你给娘哭一声啊 孩子 怎么了 孩子怎么了 娘 孩子连哭都不会哭了 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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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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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你奶奶哭一声啊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啊 孩子 这晚都是喝多了酒 把孩子从楼上摔上来了 你哭一声 别吓唬奶奶啊 这还有酒吗 殿奎 殿奎你哭我 殿奎你给娘哭两事啊 没劲 是 我的孙子 你这个畜生 严谤 你臭什么 我个孙子 你混蛋 你臭小子 我打死你 你试什么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试什么你 瞧瞧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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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老爸 这孩子再不埋就得臭了 大鬼 鱼 鱼啊 水的香啊 瞧瞧 乔乔您把孩子给 来 老板 来 乔乔 我只是咱们这儿的一个管杖先生 按说呢 没我说话的份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 就跟邱老板在一起 我是一直看着咱们球技 一步一步壮大起来 我也是看着你长大成人 结婚生子 邱老板过世了 你包头也没有什么亲人 我说句遗老卖老的话吧 我 隐算你的长辈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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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 您都看见了吗 您在殿永灵都看见了吗 您找的好女生 我的名字怎么就这么苦呢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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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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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饭了吧 那 那饭菜 还合口吧 啊 乔乔啊 我知道 你爹这辈子 最疼的就是你 是啊 按理说啊 你爹这么有钱 娶个三妻四妾的 成不成 成 可你娘去世之后 她就没有找 为什么 她是怕你啊 受后娘的气 这你爹这一走啊 你连个继绣心的机会 都没有了 你说这心里 能不难受吗 还有小电魁 白胖白胖的大小子 都会笑了 都能抓人了 炸不炸不的都能走了 冷不丁的这就没了 哥谁心里 那也受不了啊 这老话讲啊 女人这辈子 最受不了的就是两件事 一是中年丧夫 二是啊 老年丧子 女人要是年纪轻轻的时候 死了丈夫啊 这不怕 可以想办法再找一个 可人到了中年了 就不好找了 一手寡呀 就得守后半辈子 那下半句啊 就是说老来丧子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啊 养儿防的就是老 人到中年啊 死了儿子 这不怕 男人是八八六十四 女人七七四十九 这都可以再生养 可这人到了中年了 儿子死了 那就是死了 苦吧苦业一辈子 哎呀 我知道 你是恨他 满队这个事做的 那就像是 酱子缸里 煮乘托 混蛋带砸锅 今天我晚半生 我还到他那儿 去骂了他一顿呢 孩子 可这话又说回来 满队呢 把孩子摔死了 他心里 你心里都难受 我敢保证 他心里比你心里更难受 他后悔呀 前两天他跟我讲 肠子都毁清了 我恨他杀了他 你以为爹没这么想过 刚才爹一进门 不就说你心里不好受吗 可咱乔乔是个明白人 你们外面还欠着四五百块大洋的计划 要是这次再有个闪失 孩子 在这儿也住不成了 把你也得赶到大街上去 孩子 你不想跟满队过了 想跟他离 这都行 可你现在说什么 也得教他把这皮皮子数好了 把机会还上 到那时候 你再把他扫地出门 和他离了 那也不迟啊 说什么 现在你也不能叫他分心 和他斗气 瞧瞧 你说爹 说得对不对啊 瞧瞧 我们回来啊 慢点啊 来 你说你也不能光把客厅改成经理室吧 这里里外外该改的就改了吧 还有这个床 是不是应该把它扒了 把它改成书柜 也能放一些账本 你说我说得对吗 我还有这么想吗 可可睡哪 你有老婆 你说你该睡哪 你看 我 嘿嘿嘿 嗨